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当中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重男轻女 而且那个时候我妈妈她也不当家 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父亲去决定的 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我给扔掉 由于当时查得紧就不敢把我给扔了 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弟弟他才刚上学 可是我父亲他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弟弟吃 可是我却相反 每天放学回到家的时候 他总是会让我去做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初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我有时候真的非常恨他们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还是我的亲生父母 当我念到高二的时候 因为我的成绩非常的好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老师也非常的重视我 可是每当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 我的父母他们都没有到场 于是我就把我的情况和老师说了一下 我的老师他们都对我非常的了解 就在我高二的时候 我的父母决定不让我上学了 让我下学之后在家里帮他们干农活 并且去赚一些外快帮助我弟弟上学 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这么快就下学 可是拗不过我的父母 于是就被下学了 就这样我每天在家里面帮着父母打理一些家事 有的时候还要去喂猪 因为我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 渐渐的十几年过去了 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而我的弟弟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念了 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叛逆期 不管我父母怎么劝说他 他都不愿意再念下去 然后我的父母就同意了 渐渐的我的弟弟他也到了二十岁 该结婚的年龄了 可是他谈了个这个女朋友是成立人 他们家要求我弟弟给他们买一栋大房子 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把女儿嫁给我们家 可是我的父母他们没有钱 就在这时他们突然想到前几天 我们隔壁村一家人在做生意 他们家的儿子是个傻子 不管他们有多少钱都娶不到媳妇 所以早就相中了我 正巧这个时候我的父亲他也急需用钱 就把我的婚事给定了下来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很不愿意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姻全都是掌握在父母的手心里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摆脱 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 当我出嫁的那一刻 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伤心 可是令我感到庆幸的是 当我嫁给这个傻子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像一个孩子一样 在我面前不停地围绕 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吃 然后我的公共婆婆 也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 顿时间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带来的温暖 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 为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 刚出生的时候 我发现是个女儿 我竟然泪如雨下 这个时候我的傻子老公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女儿 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生个儿子 我当时听见我老公这样说的时候 我更是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因为我老公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他们家没有做男亲女 我就觉得顿时间在这个家 我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每天都过得很幸福